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个问题 要引入这个问题的话 就来说 在python当中交换两个变量 怎么来写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变量 a等于10 b等于20 怎么来交换这两个变量呢 a等号b等于b等号a 对吧 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 可是你有研究过它的本质吗 为什么说a等号b等于b等号a 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呢 这个语法现在只在python当中 有在别的语言当中是没有的 那为什么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呢 首先来说我们就要来看了 在python当中 a b这样的变量也好 我们把它叫做标签也好 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先来看啊 我们先来分析 a等于10 这句话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要产生一个变量 然后把10放到里面去吧 好 那这时候看 有一个变量 那这个变量把10放里面去 也就是说 遇到a等于10 我首先需要上操作系统当中 找一个存储单元 把10保存起来吧 保存 好 升定了 保存好10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a是什么东西呢 a是变量名是吧 那大家的理解就应该是说 这个变量名怎么来理解 实际上就是内存的这样的一个变名吧 是这么理解的吧 对吧 没有问题 所有人都是这么理解 按照正常情况下 在别的语言当中 我去声明一个变量 a等于10的时候 恰恰这个a就是这块内存的别名 但是python比较另类 python不是这样去做的 python这个a不代表的是10 为什么不代表的是10呢 它是10有一块存储空间保存下来了 好 紧接着我再看 我现在是不是要把10放到a里面去啊 那好 a是个什么东西呢 a是块内存 它是专门的另外的一个东西 好 它是另外的一个东西 我们把它用别的颜色来去做 紧接着 a等于10的意思应该是说 让a的这块空间去指向10 这一点是必须要清楚的 a的空间 它是必须要指向10的 那这时候它怎么去指向呢 实际上a当中是不是就得保存10这个存储空间的地址啊 对吧 好 紧接着这一句话有了吧 a等于10实际上现在是产生了两个这样的东西吧 先不去管啊 python当中对于这样的小整数 它是不是有固定的东西在 我们先不去考虑这个东西 假使说10跟20都是动态的规划的啊 然后紧接着我们再往下走 第一句话执行完成之后 是不是要执行第二句话 b等于10啊 那b等于10是不是还是相同的效果啊 我先得找一块空间 把这个20b等于20啊 把b等于20 这个20先存起来吧 紧接着产生一个标号b 这个新的变量 那好 那b是在哪呢 我得找一块内存 把b跟它绑定到一起 也就是说 这时候这个b 它就代表了一块空间 只不过这个空间不是存的数值20 而是存储到20这个单元的地址上了 这句话现在也明白了吧 紧接着我们再往后走 看第三句话 a等号b等于b等号a 这句话咱们怎么来理解呢 这得从等号右边开始去做 也就是说 得从等号右边开始来做了 先看 这时候的话 等于b 也就是说b现在我要去实用了啦 等号左边相当于被复值嘛 放到右边是相当于去实用吧 也就是说 我现在需要去使用b了 使用b的话 我得知道b存的是什么东西吧 好 那这时候我们要看了 使用b的话 我就应该先找到b的存储单元 它存的是一个地址 那这个地址指向的位置 才是真正它代表的那个意思吧 所以这时候也就是说 相当于等于b 那它就意味着是说 我现在相当于a 动号b等于 现在把b所代表的值放在这儿了 它代表的是10 代表的是20 放到这儿了 然后紧接着再看等号右边的这个a a我要去使用了 我就要顺着a去找a指向的位置 存的是谁 是10吧 找到10了 然后等号右边的有了之后 我再看等号左边的 等号左边的意思应该就是a 动号b去等于20跟10 那这个等号的意思 我们刚才说了 负值它并不是真正的负值 而是去把a跟b它的引用的这个地址导向 改变一下吧 对吧 上面的a等于10 是不是把a所指向的这个地址 指向了10啊 对吧 那所以看底下这个道理是相同的 a动号b等于20动号10 那它是采用原主的方式 也就是说 a跟20是对应起来的 b跟10是对应起来的吧 那这时候你想a相当于等于20吧 那也就是说要求把a指向的位置 指向存储20的那个空间上 那把b去指向指向谁 指向10单元的这个位置上 这时候就达到了它交换的效果 保存10的地方还保存10 保存20的地方也还保存10 最终改变的是谁呢 改变的就是ab它的自己维护的这个东西 那你这时候再想 我去检验一个a等于10 我们认为a是变量 在一开始接触的时候 大家想法是 a应该保存的就是自己的数值吧 但现在改变的思维了 在python当中 所有的这样的标号或者变量名 它只是名字而已 它保存的不是真正的那个数值 而是保存的那个对象的地址 你就保存的是那个对象的位置 那紧接着好了 我们这时候的话 再往上推广也就能够理解了 a等于10 这时候a现在应该是一个整形吧 好 我们紧接着在后面的代码当中 现在怎么来说呢 我定义一个新的函数f 现在是有一个函数f吧 函数定义出来了 那我紧接着a可不可以去等于这个函数呢 可以的吧 可以的吧 那你这时候想是什么意思 我在去定义一个函数的时候 跟函数相关的就有它的代码吧 那么函数是不是也是一个对象啊 在python当中一切接对象吧 那函数也是个对象 那紧接着为了保存这个函数 我是不是得有相关的一个区域 把函数来保存起来啊 对吧 得把函数保存起来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刚定义的 定义的这个函数f 好 那紧接着 这时候函数提有了 我让a等于f的时候 那你想 也就相当于我把a指向了新的这个函数了吧 对吧 那所以你才发现在python当中 我随便写了一个a 这个a是不是最终可以去等于任何东西 你等一个类也可以等于一个函数也可以等于字符杖是不是也可以啊 那这时候也就是说 这个变量实际上只是一个名字 或者说是引用也好 它维护的真实的只是一块地址吧 这个地址指向东西不同 也就代表a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吧 对吧 那这个时候就是它跟别的语言的一个区别了 在别的语言当中 比如说在c当中 那我们去构建一个变量的时候 就必须要指明这个变量到底是什么类型 如果是一个整形 你就要加上整形的这个类型 int a等于10 那这时候好了 int a等于10 我这个a才真正的代表了是存储空间 我找一块内存存的是10 那好这时候这个10空间的别名就是a 一旦有了这样的位置后 你a这个地方只能存整数 你把里面的值改掉可以 但是你不能把a去导向到一个函数 导向到一个类 这是不可以的 因为a当中保存的这个单元必须是整形 是我在一构建的时候就已经指明的 但Python当中呢 我们对一个变量的声明是不是也是声明的 不去使用它的类型吧 那也就是说它为什么能够也是声明的原因 就是我让a等于10的时候 a真正代表的是一个内存 它内存当中保存的是一块地址 这个地址指向什么 也就意味着我a这个变量是谁了 这时候能明白了吧 这是大家必须要明白的 那紧接着我让a等于10 也就意味着说我a当中实际上并没有存保存这个10吧 也就是说这个单元实际上不是我a当中的一部分吧 对吧 这一点要明白 好那这一点明白之后的情况下 我们再往后做就能明白了 那你紧接着再想了 有了这样的概念在 这时候 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在了 好 假如说我现在构建了一个对象 构建一个类 这个类呢是保存了一个对象的 这个对象保存的是什么东西呢 刚说了 我们说在链表当中 是不是每一个节点要包含两个区域啊 一个是数据 一个是链接区域吧 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东西给它封装成一个类之后 这个类当中就应该包含着两个区域 假如说我们把这个类叫做class node 比如说叫做node 叫做节点 这个节点当中是不是就应该包含两个数据啊 一个数据叫做element 一个叫做元素 另外一个呢 代表的是下一个节点的位置吧 对吧 下一个节点的位置 我们把它叫做next 把它叫做next之后的话 你想这个类有了 然后对于这个类里面 我们再去构建对象的时候 都应该是这个具备这个类的特征吧 对象当中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节点1 这是代表的是第一个节点 那节点1当中 它也包含着元素区 比如说element等于10 保存的是10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next 它去保存的是 没事 这个空间不够大了 看一下 这样有一个节点对象 叫node1 然后当中呢 在这个对象当中 保含了一个数据10 还保含了一个下一个节点的指针 下一个节点的位置 我们先不去管下一个节点怎么去做的 然后这时候紧接着再来看 这是第一个节点 有了第一个节点 我们就有第二个节点 第二个节点 我们叫node2 然后呢 它存的是20 也保存了下一个节点的位置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在的话 它最终到底是怎么存的呢 如果说我们让next 直接等于node2 看一下 我们让直接next等于node2的话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链接效果呢 让它next等于node2也就是说让next的保存的地址去指向node2的空间了吧 对吧 看一下 比如说 比如说右面这一部分区域整体代表的是node2存储的那些个数据的单元 然后我让第一个节点当中的next等于node2 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在node1的节点数据区域当中把node2给放进来了 不是这样的 我们已经说了 等号实际上就是把next这个区域的指向给改掉了吧 所以也就是相当于我虽然说在第一个节点当中有一个next的变量等于node2 但它不意味着我把node2给放进来了 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效果 而是指的是这个node1当中维护的这个next这个标签指向了node2所在的这个数据区域吧 也就是说等号是不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那上面的这时候再看element等于10也就意味着是element去指向10的这个位置吧 对吧 对于这个东西咱们可以管可以不理管可以不管 但是对于next等于node2我们要把两个节点串联起来 直接通过一个等号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你必须要明白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跟python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变量或者标签它的本质有关系的 我们在做等号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产生了一个引用的链接了 现在这一点能明白了吧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python当中虽然不能直接操作地址 虽然说没有一个引用没有一个这样的链接的概念 但它的变量的这个本质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在 所以我们在python当中再去实现的时候没有一个特殊的类型去叫做地址 你使用它的下一个链接吧 那你就专门有一个属性 你随便去起 它等于谁也就意味着这个区域指向了那个节点 说到这现在能明白吧 好能明白的话 那我们就下课休息一下 multifеш b 咪亚 这 频 写 写 写